一辆苗栗客运行经苗栗竹南光五街和南北街口突然紧急下车 接着再小心翼翼往左切往前开 因为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翻车 原来这个路口已经出现了凹陷 客运驾驶发现了提高警觉 而就在客运经过后没多久三角锥摆放处就塌了 道路出现大天坑长6米宽2米 附近民众说这个路口大约在中秋节前后路面就出现凹陷 车辆经过好像会弹跳 它大概是在中秋节那个时候就弹它了 因为开车过去像划船一样 工冬这样 所以每天开车开到那边的时候就会弹一下 很像超级马力 主要干道行经往来的车辆不少 常常有大车重车经过 原定是20号下午要会刊处理 没想到当天早上7点多就整个塌陷 因为它这个旧有的那个香涵顶板 有点那个老旧了 就造成路面 那目前这个部分是由工所来处理 正工所联系契约厂商派工处理 怪手机具道场开挖 预计施工修复得花上一段时间 用路人也要特别留意 民事新闻许家城邱俊超 苗栗报道 有机会说 有机会 预计工修处装 是非常好 点出 有机会 能力 感谢观看